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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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做人力资源的工作 那因为Henry老师以前 在研究所跟大学 就是学的就是人力资源相关的领域 老师继续讲哦 我看一下我们的粉丝 好 所以呢 后来就决定了 要做人力资源的工作 之后呢 就是刚好有机会 外派到上海 担任人力资源的主管人员 老师老师你到上海 在上海待的时间长吗 我在上海待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对 深圳加上上海 你应该觉得回来 你应该觉得上海 会不会生活比较舒服 我觉得环境不同 环境不一样 对啊 这有自己的家 不一样 对 但是上海其实就是一个 更竞争的环境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台湾大家找工作的同学们 其实是幸福的 因为不用跟这么样多的人竞争 我们把自己扮演好就好了 有一次我跟上海年轻人聊天 对 我说 你们那么工作你们都贵吗 他说我们哪会啊 我说不会那你怎么样接老板给你工作 如果你不会的话你怎么办 他说不管啊 我们都说我会 是 我说你会那你不会你还说你会 他说先说会 是 先把工作拿到手 真可怕 然后再回去想办法 做 做到会 是 这跟我们的学生 不一样 对 对 然后后来在长荣海运的上海 担任了派驻主管之后呢 那在其他的公司里边 Henry老师也都是一样做人力资源主管的工作 所以我曾经接触了很多的新同学 每年都要做很多很多的面试活动 对 所以我就刚好可以用我自己之前的经验经历 所思所学所想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心得 帮助大家少走一点冤枉路 对对对真的 当然我们在行动学习网上 我们也录了一系列的线上课程 是 Henry老师帮同学整理的哦 录的哦 所以我希望就说让同学如果有机会 有兴趣 今天听完我们的直播就有兴趣 来一读老师在线上课程的风采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跟我们来购买 是哦 我们录得很用心 然后里边把所有需要知道的小细节 小技巧都告诉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上行动学习网 去选购 好 那但是主要我先讲 老师我们的自我介绍 还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 没有没有没有 好那大家应该从今天开始 就认识我们Henry正老师 对吗 那希望大家能够来跟我们准时收看 再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直播 对 那在直播之前 昨天我大概上网找了一些新闻 是 都来讲一些海运的一些 那我看到一些新闻 同学我不是新闻主播 但是我把这个简单的段落念一下 好 说长荣阳明海运 万海骨架喷飞后又重挫 哇都用这么重的字啊 对都用这么重的字哦 接下来会不会反弹呢 是许多人关心的议题 那其实呢货贵的航运呢 历经数年都很平淡 是 但在疫情跟法规的情况的互相影响下 终于出现爆冲 你看还又出现爆冲 这个现象短期内难以缓解 这是业界目前的经营的本质 是 老师那你以前在海运的时候 有遇过这种喷爆冲 然后又什么喷飞 有经历过过这种类似的经营吗 我自己在以前的那段时间 我有经历过比较平稳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各位同学 这么样的好运气 我经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 海运不景气 所以咯 你看 对不对 所以十年风水 轮流转 其实我自己在做航空培训也是的 我在2000年的时候 哇公司业绩也是 2000年到2008年 对 哇那个十年对我来讲 也是好辛苦 然后从2008年之后 然后又好十年 然后到2018年2019年 就到2019又要再另一个十年 是 就十年那时候 哇我好辛苦 然后再十年 我觉得好过一点 是 在这个十年 就是从20182019开始 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十年 对 我希望 我也会跟你们海运一样 慢慢好个十年 公司可以再好一点吗 是 好第二个我又看到新闻 他说2020年海运出现 十年来未见的空前的容景 是 那有网友戏称 细称 这个为什么要用细称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啊 是啊 细称大航海时代 又另一个新的台端 中间有提到个人投资 就是航海王 这个人还蛮有名的 他说他学生时代的时候 就开始投资 他用1420元开始来注意哦 而且这个时候是 新台币耶 新台币哦 1420元慢慢的投资 然后进入股市 但是投资 但他这边有很重要的点 他说投资啊 都是跌跌碰碰 时间跟金钱 缴了不少学费 直到2015 2016之后 基效大爆发 才让资产放到到亿 就是九位数的这个规模 非常厉害 这一次的海运股票让他 海运账的报道是几十亿 那他自己就拿了三亿 拿了三亿耶 投资高手耶 投资高手 是这个航海王 所以当然这是玩股票啦 但如果说各位 如果你没有钱 买那么大的股票的话 或是对这投资上不清楚的话 那你就把人投资在企业里 跟企业一起成长 因为你公司成长了 你员工就自然而然就会有 我不知道你有配股吗 那时候在公司 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配股 还好那我再滑滑有一点 哦真好 好那我今天站在这里面 我想我在网上 也搜集一些网友的QA啦 我想想问的问题 他说因为这次 我自己上去看了招募启示 大概在路勤跟海勤嘛 路勤的部分 大概开放到十个职缺 但是我看不同 虽然职缺不一样 但是薪水都是四万三 是 那四万三的话 这样的薪水 这样算高吗 对一个大学毕业的新鲜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稳定 非常不错的薪水 那这个在海运来讲是最基本的薪水吗 应该来讲是说 在海运的同业当中 长荣的这个品牌的薪资福利 一直都是居于很领先的阶段 所以其实我都会跟各位新朋友讲说 既然要选择 为什么不选最大的 不选最好的 不选最好的 对啊 就像电视上广告的 既然要开欧洲车 就第一次就开最好的 要进入海运行业一开始 就选最好的 对 其实这跟我们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一样的 人生第一个男朋友是一样的 人生第一个老公是一样的 都很重要啊 现在跟我们要讲第一个老公 第二个老公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带坏 不会啦 大家 大家轻松看直播 轻松看直播 人生的某一个第一次都很重要 对不对 那有网友就问了 喝薪水四万三 有机会调薪吗 还有外派薪水会更多吗 是 对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好 分享一下 就是调薪的部分的话 其实在进入长容公司之后呢 在大约在三年之后 其实有一个晋升考试 对 这个晋升考试 如果可以顺利通过的话 薪资幅度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应该会让大家觉得很满意 晋升考试是要自己申请才有 还是 没有没有 到了一定的年资 你自然就会被安排一个晋升考试 到了三年的时候 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状况的时候 原则上大家都会是晋升考试的 候选人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针对大家的福利 明白 这晋升考试是要看书吗 还是口试而已 这个晋升考试的话 包括了书面上的也有 就是你要填答一些问题 然后当然也有口试的部分 因为像刚刚跟略平老师讲到的 因为薪资调整的幅度会让人觉得蛮满意的 是一个很明显的差距 所以当然有一点点小难度 对 那外派的情况之下是要透过这种晋升考试之后才可以外派吗 其实晋升的考试跟外派没有一定的相关联系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了在三年的时候有一个晋升考试之外 其实调整薪水的这件事情 有可能是不定期的 譬如说可能会看公司的营收的状况 还有看市场上的薪资水准 那还有当年度一些整体的经济环境 所以有些时候会有调薪的状况 譬如说可能某一年度 然后大家的薪水就调整了一个%数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每年固定的 是要看整体的大环境 那但是这次我们有陆勤跟海勤的招募 那他们的考核都是一样的吗 就在常常海运集团下面都是一样的吗 您指的考核是说在三年之后 是不是都会参加晋升的考试 原则上是的 真的啊 那我觉得很好啊 有些人会觉得在公司里面没有机会啊 会有人看不到他啊等等 那事实上如果公司有这种公平的机会的话 就把当做三年后会参加一个小型的联考 是 来准备嘛 其实这个也算是公司替大家做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外面工作久了 大家很担心或很害怕的就是会觉得说 啊我做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的主管都整整好好啊 是不是表示 整整好好都漏不动可以一直升迁这样子 对是不是表示我就没有晋升的空间 或没有晋升的职位 那在长荣公司里边其实很贴心 就是有帮大家规划了职业的方向 然后也提供给大家机会 嗯明白 太好了听起来很好 嗯 因为有些公司真的是看年资 然后又好像有些公司要自己申请才有 是 我觉得这个长荣的做法我也可以理解 像有些外商是你自己申请就有 他也不强迫你 你是申签公司也觉得无所谓 对 嗯好那第二个网友有问哦 那长荣这次海运是不限科系 那时候我是文理科系 那有机会吗 虽然他上文写不限科系 但是我文理科我真的有机会吗 还有呃外型条件有没有特殊限制 哎呀这个考 你知道考航空每个学生都问 我有空姐脸吗 我可以吗 空姐脸要怎么看有空姐脸 I don't know 然后会有人更厉害 会说你华航脸 长荣脸 然后西航脸 国泰脸 哦这个都看得出来啊 对我我通常我是还是看学生的英文程度跟口说的应对 是 而不是只是看皮啦 是是是 那我不知道你们海运有没有这么肤浅 哈哈哈 好跟大家 讲一下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也是那个有深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会替大家着想的哦 就是说其实大家在科系的部分的话原则上不用担心 就像我们招生简章里边谈到的哦 真的是不限科系 而且其实为什么要 我我听刘老师的问法就是觉得说哎为什么文理科系好像就一定不合适 其实文理科系非常的适合做进出口的行业啊 真的吗可是他们都没有学过贸易耶 那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其实我们货物出口到各个地方 因为长荣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一个集团 所以我们在各地都有分公司代理行 所以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语言人才啊 那当然我们会期待公司里边的同事主管们会期待哦 就是说进到了长荣之后 其实一定希望是说对于国际贸易的尝试可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照着以前亨利老师在长荣公司的经验 公司会提供非常完整的培训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用担心的 那在外形上面呢 其实像那个刘老师看亨利老师也不是一个帅哥啊 只是 是啦你是啦 你是啦 我看你FB下面很多朋友都说大帅哥 我有关注你的FB哦 我都有私底下发红包给他们啦 对很多人说帅哥 都有这样帅哥啊 而且我发现哦 你每次FB上面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你都很会穿衣服耶 真的吗 你不像海韵的 是吗 所以我以前应该去应征空少这样子 对啊 是 我觉得你很有自己的state rule 没有就是因为亨利老师知道自己就是只是一个一般水准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keep的更好 那所以其实对于同学们其实亨利老师给的一点建议哦 就是说长相这个东西啊其实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礼物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改变不了了 那我们只能够随着岁月然后来增加我们自己的智慧 让自己成为一个迷人的人 那我跟你讲我问你一个八卦 是 因为你知道空姐很爱讲八卦 对对对 还说对对对 你是不是都可以认同了啦 我有听过 没有问一个也不是八卦就是私底下我很好奇啦 就是说你有没有就是在人资的位上看过 有长的真的外形上就是不漂亮的女生 是 但是被录取了 因为你要讲给粉丝安心啊 粉丝会觉得说黑人老师你都马上说公司都不看 不看皮啊对不对 哦 都说只要干干净什么就会录取 可是我相信公司一定有那种 你看起来觉得 这人长相真的不OK 可是他却录取了 这个大家比较有兴趣听耶 其实我觉得美根丑这种东西啊 其实是很涉及个人的主观的 说不定 刘萍老师觉得看起来很普通的人 但是在一些主考官的标准里边觉得看起来是很干干净净很舒服 然后就就就就你自己就你自己看到的是观察到有吗 我跟你分享我已经在华航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都是每个人看人都是主观的 嗯 那我看一个那个空腹圆走向我说天啊 这女的怎么会录取了吗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二十几岁就是你知道眼睛是长在那个头顶上 你觉得自己看到自己美得不得了 后来那一届我们那一集就有个女生我真的觉得我会被他吓一跳 我觉得他真的不漂亮 是 可是你一开口他一开口跟你说话你就觉得他的声音好有安全感哦 是 对吧 对吧 有他的特色啊 对 那我不知道海运你有没有那种看到那种 脑袋有问号的 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两个重点 我觉得与其要一直讨论外观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重点 但是我觉得把笑容带在你的脸上 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海运也中笑容咯 我们服务业啊 哦对 所以笑容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只有考空腹圆要笑 是然后第二个重点 亲切啊 对就是说其实啊 工作的具体能力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怎么样在面试里边 短短可能十分钟 就是却能够告诉考官 那你有具备一些知识技术能力 或者是你对公司可能产生什么贡献 甚至是说为什么要选我 对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在面试当中 其实我们在面对空间面试也好 或者是海域面试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每个人的面试都有两种能力 是 第一个叫固定能力 对 第一个叫非固定性能力 是 固定性能力是啥呢 就是履历表上面的啦 是 证书啦 毕业证书啦 资格啦 学过什么 会什么 一般两瞪眼的 一般两瞪眼的这个叫固定能力 是 那这个固定能力是 今天哪怕你几岁了 这个东西还是在的 对 可是非固定性能力就不一样 非固定性能力是要经由学习 一直不断的update 不断的learning keep learning 你才有的 沟通力啊 沟通能力啊 表达力啊 表达协作 简报 leadership 是 leadership这又更难 leadership基本上它还要统合能力 是 这个真的是要历练 那这个东西就是要 就是一种非固定性能力 那一般上大学毕业生 是 你们在看 你们觉得 预备有后面我刚讲非固定性能力 你觉得容易吗 不容易耶 其实我觉得 刘平老师真的非常专业 因为像 我们在谈职业生涯里边的时候 我们也很强调 刚刚老师讲的这些能力 只是我们叫做可转移的能力 对 对 就表示说今天 如果你当转换工作的时候 这些能力都会是替你做加分的最好的条件 但是这样的东西其实最不容易呈现哦 所以其实 当有面试的机会的时候 亨利老师会建议大家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你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克服 来证明我的能力比别人棒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哈人老师我跟你说 讲到故事 你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 我就不知道他脑袋在想什么 他跟我说 刘平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假败一个故事 当然不行啊 他说我没有经验耶 可是我同学有经验 我可不可以用他的故事来当作我的故事 当然不行 如果你不怕被challenge 或是有一些following question 他会问你的时候 那当然你不怕的话 或是你不会穿帮的话 我不知道 那个学生是国内国立大学的学生 我心想果然聪明啊 这个孩子 可是我是觉得面试很难哦 可是我跟刘老师的想法一样 就是说我建议大家 不管是在你的履历表 或者是你的自传 甚至你的表达 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是要是真实的 是你自己经历过的 是的 好很棒哦 再来 那我们就要再讲更深入一点的 好 面试啊 常常海域面试的甄选关卡中 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你个人觉得对你来讲啦 你觉得比较难的 因为每个同学的难度不一样 感觉难的不一样 那你觉得这个流程一走下 你觉得你个人来讲最难的 其实我觉得在我的经历当中啦 我觉得当然 笔试是一定要准备的 因为笔试里边啊 其实或多或少 还是会考到一些 我老师应该站颠倒 真的哦 那我们要换一下位置吗 换一下位置 好啊 换 换 好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在考试的时候 笔试是一定要准备的 因为里边或多或少 还是会有一点点专业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基本概念 对海运的了解哦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可不可以举一个 笔试的题目一提 比如 是线上课程里面有的 可以先透露一下 哦好啊 就是譬如说 我可能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像全球的港口 你可能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不要把那个欧洲的港口 放到美洲去 然后不要把那个美洲的港口 放到其他的地方去 老师你讲到港口 我昨天在找一张图的时候 老师你看到这张图 你知道这个大丑 我们一般人应该很难接近去看这种船 对 轮船 或运船 是 老师有亲身站在港口下看这样的船 我有 你会觉得很huge 是啊 很壮观耶 因为现在其实像我们讲到的货柜船 它一艘船上面可以装一万个到两万个货柜 对 这个科技一直在进步 所以现在的船型越来越大 那也常常在讲就是说 你如果把这船直立起来的时候 它的高度甚至可能跟101是差不多高的 哇 嗯 所以现在的船型 你飞机还 非常的大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各位就你有没有想象过 就是你可以站在那个大的那个货运 真的叫货柜 港口 港口 港口下的那种磅磅 有那种国际感磅磅感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站在飞机 很多人喜欢站在飞机上照相 是 如果你能够站在这个港口跟轮船上面的话 哦 要靠右一点 老师要靠右一点 好 要靠右一点 不然我跑出去 对啊 所以如果想说如果站在上面 在那些拍照 我觉得那个很 很特别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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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刚刚讲的话 世界港口对不对 所以比试里面会考这个 或多或少啦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讲的 对啊 各位粉丝 刘老师在帮你们套那个 郑老师的那个 比试的题目 哈哈哈哈 因为同学应该还蛮担心这种比试的 因为这个东西对文理科的同学来讲 他不会涉略耶 是 因为其实亨利老师也不是出题的老师哦 那其实我们只是把过往同学在参加这个考试里边的经验 然后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今天你要成为一个航海人 你总是要有一点国际观嘛 对不对 如果说连全球出口的位置 从哪里到哪里都不太知道的时候 其实好像就离这个行业又这么远了一点点 现在同学只知道楼下有没有7 然后到哪里有超商 然后哪里有全家可以买到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那个啊 用短的时间去恶补一下的啊 恶补一下 对啊当然 世界地理打开来看嘛 是是 大西洋对不对 太平洋 什么各大 各大洋的位置 对 每个国家的首都港口 对 主要还有每个国家的矿产物产 是不是也要了解一下 嗯 其实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涉略就可以了 嗯 对 那其实像 柳老师刚刚问到的就是说 有什么东西是重点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哦 其实 我反而觉得就是是在 呃 面试的这一关 其实 才是决定问题的强项 对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跑出去了 我跑出去了 所以我走出去没有反 maar 是的 hero 冷静 然后 Well 其实为什么 tiếc 说面试的这一关会是强项的 因为其实每一年度 到底多少个主考官坐在里边 其实这个是不到现场是不知道的 那但是同学们 因为面试的经验比较薄弱一点 所以有的人可能看到了好多个 评审老师坐在那边的时候 就会紧张 就会不知道手脚摆到什么地方 就会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话 其实我看过Haren老师 线上课程里面 你有讲过有比试啊 面试 而且面试题目超多的 然后有很多的reference answer 我觉得都挺很实战 很实用 所以我觉得同学 关注老师的线上课程 所以我要问哦 因为我这次看那个职务有十个 其中有一个营业人员需要应酬 那我去面试的时候 我不会喝酒 我是不是就不会被录取 其实我觉得 只要先去喝酒 只要先去练喝酒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想成一定是应酬 就是说今天当你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时候 其实你会有很多跟其他的朋友 或者是同行长官 就是非正式的沟通交流的场合 其实在这个时候一点点小酒 其实是可以助兴的 对不对 喝到最后真的会不会干就不好 然后那其实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点建议 就是说原则上 刘萍老师问的这个问题 应该是说 大家对于这样的场合 会不会非常的排斥 而不是希望说 今天大家进来的时候 一定都是一个超高的酒量 所以其实大家 超高的酒量 就海韵园是录取了一个酒鬼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应该是说 如果对亨利老师来说 我当年去应征的时候 我的酒量也是普普通通 那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酒量很好 没有 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这样子的工作形态 是我可以接受的 然后那 而且其实在 跟客户应对 进退的场合里边 会喝酒的人就去喝酒 那会聊天的人就聊天 会说笑话的人就说笑话 我们是一个team 彼此应该要可以分工合作的 对 对呀 我在上海的时候 就是有客户应酬 是 我女生在外面喝酒 我不方便 是 那我就练歌 对 我就唱邓丽君的歌 对 那大家就会一直点你唱歌啊 对 然后就叫我唱歌 然后我又唱那个邓丽君的歌 他们就很开心 是 所以说 找方法生存啊 对呀 所以其实只要你觉得说 这样子的形态 或者是这件事情 是自己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就是到了 进入公司之后 我们再学习看看 我们的学长姐 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 才可以又有效率 然后做得又好 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网友问的 关心试用期 如果考进去试用期 会不会被fail掉 那他的要求标准是什么 好 其实现在哦 如果说我们照着政府法规来讲好了 其实是没有很明确的 那个试用期的相关规定 但是在各个公司里边 其实都还是希望在三个月之后 可能多多少少啦 就是会对大家做一个绩效的评估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真的很担心 试用期的表现 因为其实我觉得长荣有一个很好的机制 就是师徒制 所以其实会很明确的 把大家要做的事情交给大家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呢 最主要的是你要把你的心思 放在学习的这件事情上面 那跟着进度跟着步骤 然后一步一步的 就像空姐的培训一样 一定最后会有一个考核 那相信大家只要用心 那这个难度其实一定都不是太高的 我个人是觉得海运跟空运的制服啊 长荣集团的其实都很好看 是啊 对你喜欢吗 男生会喜欢的绿色吗 没有 我的问题就变啥 又不是绿帽子 在长荣公司里边 男生就是原则上大部分都是正式的西装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那个黑色 灰色会比较多一点点 黑色灰色 那我有看过穿绿色的西装外套 西装外套 那是什么样的植物 可能刘老师看到的是比较早起点的人员 所以他们可能有制服 那现阶段来讲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同人能够穿着的干净整齐 自己可以选择自己要穿的颜色 是是是 像以前黑尾老师在公司当Sales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会选择深色的西装 然后搭配素色的衬衫 对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建议的方式 就是说当如果大家有机会进到公司的时候 其实你就看主管怎么穿 因为那就是你最好的标杆啊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 哦那我知道了 是 那因为以前长荣公司都穿得很素啊 你看你一离开你看 就大爆发了吗 什么红的啦 玫瑰红的啦 什么黄的啦 什么都给他穿 是不是有点那种心理作用 对对对有感人 下了班就是要做自己 是 很棒哦 不过我觉得制服是蛮漂亮的啦 是 常常海运队外的形象 其实都是一直都很好的 那但是因为植物我刚刚前面讲过 开放十个直卷 那十个直卷里面有些植物 我自己也不是很懂 所以要请教Henry老师 他有印证的是营业人员 文书 文业客服人员 还有货柜运输管理人员 是 这个植物的部分 可不可以提点一下我们的本司 它的内容大概是 哪些是要在外勤的 要讨外面的 哪些是在里面 然后哪一些是要面对 什么样的业务范畴 好哦 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搭配今年的招募广告 一并跟大家做说明好了 首先我们来谈的是 营业人员的部分 营业人员的部分 在工作的内容提到了 就是海运的货物承览 市场分析 还有业务的管理规划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是报价的策略 制定 还有仓位的控管 这些工作 连则上 这个职务就是我们一般 在外面比较多听到的 Sales人员 对 那像航空公司 可能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去把座位 把它卖出去 不管今天是经济舱 商务舱 或者是头等舱 那在海运公司里边 我们提供的服务 或者是商品 其实就是 我们把货柜的这个仓位 然后 能够卖给货主 让货主来向我们订这个仓位 然后把货装进去之后 从出口港 一直顺利的送到目的地 那这个过程 其实是需要很多人努力的 但是因为像现在 船公司很多嘛 譬如说我有ABCDE可以选 那这个Sales的人员 其实就是要去 做推销的工作 然后要跟刘老师讲说 刘老师你看我们家 某某公司 他的服务非常的好 服务的品质很稳定 请拜托拜托 支持一下 就选用我们常用海运的货柜 是是是 的服务这样 货柜跟服务 但是像竞争看起来也不大 因为三大家 所以这个独大 没有其实竞争很大 真的吗 因为除了刘平老师讲到的国籍海运之外 其实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外籍 而且规模也都是非常大 来势汹汹的 哪个停靠港 其实只要在有 他们有乘租的停靠港 其实都可以 原则上目前为止 还是以高雄跟台北港为大宗 是 所以外商也会进来抢就对了 会 就像航空公司一样 对啊 不过这样子来抢的话 照这样的疫情的情况发展下去的话 我觉得货柜应该不够 所以现在好像货柜光啊 大家都在抢柜子 是 对不对 是 因为其实应该是说 这是亨利老师的推测啦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有很多的人 他可能变成在居家的时间就多了 所以其实他对一些商品的需求 娱乐的需求 其实更多 因为在家美式就上网购嘛 网购的话可能买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对于进出口的部分的话 他业绩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在海运的部分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谈国际贸易的时候 供给跟需求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当需求很旺盛 供给是固定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呈现一个很busy的状况啊 真的 是 一跪难求啦 是是是 那刚刚Haren老师提到做业绩就是Sales 那做业绩他有业绩的另外的提成吗 大部分叫提成啊 他叫业绩奖金吗 是 以前的部分的话 当Haren老师在公司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是有什么样的业绩提成 对 但是比较会像是 譬如说是看每个人的表现 然后可能在年终奖金的时候 会有多有寡这样子 对 不过有业绩奖金应该会比较激励吧 这种会比较激励意见 还是大家都是起头式的 其实 都是起头式的 因为这个是结构上面的问题 对 所以结构上面的问题我相信公司里边的高层的主管 应该是经过了很慎重的判断 然后才会设计出现在目前的这样子的结构 通常这样子的结构我个人来看 通常都是公司一个每年的业绩 基本盘的业绩是足够支付这些员工的薪水 有可能是 会给一个比较固定值的 那如果说是一般中小型的企业 一定是需要大家打拼嘛 所以一定是有底薪再加上提成 那因为亨利老师其实离开长龙公司也已经几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刚分享的是我还在长龙公司的时候的状况 那这几年说不定有改变或者是没有改动 亨利老师就靠各位同学努力加油的考进去之后 再跟我们分享 对 在老师亨利老师线上课程里面有将近100题的 非常有高效率的面谈的题目 这个面谈其实就让同学能够过五关展六将了 是 其实我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说 我在课程里边 其实教大家的是一个结构式的思考方式 就是我并不是希望说 大家都来copy亨利老师的回答 然后没有个人的风格 觉得好像那个就是一个致式的答案 这是不对的哦 对呀 用死背的最笨啦 是是是 你死背我的答案 而不知道举一反三 那就惨啦 就像考公务员 你说说看你绿表上面写说 当你打开我的绿表 就代表我一只脚已经踏入贵公司了 然后呢 主管第一个看 哦这个人很有诚意 就后来打开第二封 第二封写说 当你打开我的绿表 代表我一只脚踏进了贵公司 就前面那个人资主管 就把两封信 都踏到贵公司了 对 所以呢 千万不要做这么傻的事情 对 所以在影片里边 或者是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 亨利老师是告诉大家 你回答问题的一个思考的逻辑 一个脉络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对的 对的 所以值得让大家 这会让大家缩短时间 不然很多题目乱七八糟找 网路上其实有很多的题目 乱七八糟找 然后只有题目就没有 答案 没有一些reference answer 那这reference answer 就是老师在企业里面 真正自己的体验跟经验 什么样的字不要说 什么样的字说的会比较好 用什么方法 比较好的方法来说 我觉得这是面台里面 最有价值的部分 那最后我们要就要讲到 就是说 既然员工要在这里发展 如果说我在这里工作 我的职业要发展 那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学生都是冲着考航空业 都是冲着机票来的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有冲着什么来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 不会有给我们一个货柜吧 员工就是年终奖金一个货柜 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来讲的是说 整体来说 其实公司提供的福利 非常的完整 而且我们不是单纯 只是像那个刘老师讲的一样 航空业可能就是用机票 我觉得像海运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方式蛮多元的哦 比如说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 公司曾经有家庭日 家庭日的时候就是公司里 公司里边会办园游会 那就很合适 同人们带着一家大小 全部都来到这个场合里边 大家同欢 那主管们还会特色变装 特色变装什么意思 因为以前的那个时候 其实很流行的是那个 漫威里边的角色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有经历过主管们 是变装漫威里边的角色 你有看过你的主管 是绿巨人好客吗 太酷了吧 对啊 然后那像其实今年哦 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今年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闷得好黄 闷得好久 都不能出去 对不对 那我的印象之中 曾经有看过同事的照片里边的话 其实是有出现了 类旅游的一个服务哦 是针对 针对海运的同仁 然后那就是因为 这个是一个集团公司嘛 就搭配自家航空的服务 那有做了这样子的员工福利 对 其实都 我觉得公司在这一方面 其实是越来越花很多的心思 去了解说现在年轻朋友可能喜欢一些什么东西 也要搞创意啊 对啊 有些年轻人都觉得 那个老土啊 那种方法就参与度不高了 对 所以刚刚讲的家庭日 我倒觉得这个很好耶 也就是来上班 就是你的家人跟别人家人也不认识 但是有家庭日大家就可以 交流 交流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企业里面掌握得非常重要 对 好 谢谢Killian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 有还有什么要补充给我们粉丝的吗 嗯 最后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好了 好 对 就像刚刚刘萍老师提到的 其实 其实亨利老师在做这个影片 其实首先 第一个都是多亏了刘萍老师 因为刘萍老师在去年度以来 就一直提前部署哦 所以那个后来就透过了一些方式来跟我联络 那 亨利老师会来跟刘萍老师一起合作的原因的起心动念 其实是希望就是说 好的企业需要有好的人才 那好的同学们 其实也都很努力的在找工作当中 但是因为这两年的状况真的很特别 即便他可能有一生的武艺 但是在现在的大环境之下 真的好难找工作 对 所以其实亨利老师的起心动念 是希望能够透过我的经验 然后我所了解的一些事情 来帮助到更多的年轻朋友们 那其实课程里边的部分的话 我们提到的资讯 全部都是您在网路上面或许可以搜寻到的题目 但是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于解题的技巧跟方式 这才是重点 对 亨利老师累积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 特意的来跟大家做分享 对的 现场课程也非常在疫情的时候方便大家在家学习 因为这次截止日期是在4月11号 也就是换言之 从今天3月19号到4月11号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线上的课程可以全部把它听 亨利老师全部讲一遍给各位听 所以我相信这个时间是足够让大家来学习的时间 而且疫情阶段线上学习在最好 最棒 对吗 是 棒啊 谢谢亨利老师 谢谢 谢谢刘萍老师 我也常常在关注老师的粉丝哦 自团里面也常常到很多学校去演讲 带于很多年轻人新的一些面谈的准备 面谈说起来你觉得不难是吗 当你落选的时候你就知道面谈有多难了 其实面谈感觉 只有我就是问的 我常问同学说你觉得面谈难不难 不难啊我都准备好了 就自我介绍嘛 对 就是讲自己履历表的东西 我说哦好 后来之后我再跟那个同学联络 我说怎么样 我没考上 你不是说很简单吗 所以重点是因为大家都在抢这份工作 所以重点不是面谈难不难 而是你要不要用比较轻巧的方法 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进去这个企业 这才是各位你必须要准备的 面谈本身不难 问题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去面试 是有好几千人去报名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懂得如何脱颖而出 还有一个重点要补充一下 就是现在大学的同学 他到外面找到的工作 原则上薪水可能是落在三万多块钱 我觉得其实在三万五左右 就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薪资水准了 但是刘老师有跟大家分享到 这个公开的资讯 就是薪水起薪是四万三 其实是非常非常优渥的福利哦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你期望说有一个稳定 然后公司又福利是好的 然后也对同人有规划的 其实你希望到一个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今年度同学可以好好考虑的一个方向 值得努力 同样的一句话为跟航空业的朋友常在讲 我说在你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 先比别人速度快 赚到你人生的第一桶金 你就可以像航海王一样 用一千四百二十块钱 就可以在今年他的股票竟然拿到三亿耶 天哪 我觉得好了 大家我们今天时间直播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希望我们在线上课程跟Terry老师见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我们应该要有后花絮了 我们还没有挂之前 本次有没有帮我们分享 我们今天讲的那么认真 你看刘老师今天 刘老师用奔跑的来 奔跑耶真的是 好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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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